高点电视台正正有词节目 请来了全台第一支 注点在了医院来服务的 辅助治疗犬欧巴 借由台北荣总大德安宁 照护团队中的医疗人员 来分享欧巴的神奇疗愈力量 而主持人谢正武呢 更是被欧巴的魅力给征服 伯伯早日康复 早日康复 欧巴来 好棒哦 好乖 好乖哦 你看 你看他 非常好 好非常乖 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 在担任副院长时 接到电话投诉电梯里有狗 当时他就知道必然是工作犬 后来见到了欧巴就爱上了他 因为追求病人第一 所以非常支持治疗犬进驻医院 2019年到现在 受惠的不仅病人 家属 护理师 医师都被他疗愈 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 他说为什么电梯里面有狗 他说副院长你要管好了 我跟他讲 这应该是工作犬 导盲犬 因为我认知你们医院会进狗 狗进来一定是导盲犬 那我就到医院来问说 这个狗是哪里的 才知道是21楼 是一个安宁缓和病房 我们叫大德病房 我去的时候就跟他玩 看到他 从此就爱上他 很多临终的病人 病童 在临终之前 就希望能再看他一眼 摸摸他 那这个事很感动 你看他 纯真无邪 那这个是一个 可以抚慰病人 一个最好的一个 辅助的治疗 工作犬必须经过特别训练 所以即便在摄影棚 面对大批人员 将近两个小时 欧巴都相当乖巧 一句废叫都没有 善解人意的欧巴 在院内更是大受欢迎 他必须有一定的稳定度 情绪上的稳定度 他可以听话 可以额背 他不能暴冲 很多疾病 可能医疗权都可以帮什么 比如说心理性的 或身理性 不心理性很多的话 比如说沮丧 紧张 创伤后症后群 这时候的话 工作群的话 都可以帮他上忙 还有感谢卡 这是我们一位病人 那因为脸部的一些受伤 所以要抚面膜 欧巴他自己也陪着 抚面膜了 很有人性的 然后可以跟我们病人 整个心都在一起 可以抚慰他们 有识别症的欧巴 可以说是台北榕总内 最知名的员工 他与患者 家属之间的感人故事 不胜美举 在院内的煎熬时光 也迎着欧巴而有了 些许欢笑 我每次看到他 我心里就很开心 因为在这边整天 都是我看着他 谢谢欧巴 真的欧巴你好棒 有你让我好开心 抱这几点好忧郁 有你真好 欧巴来到我父亲的床上 我就是用手摸着摸着 欧巴他就开心 他就笑 我们也开心 所以说欧巴 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病人跟家属之间 一个摸他的一个桥梁 节目录制过程中 爱与人互动撒娇的欧巴 也让专业的五哥 忍不住 评评分心 五哥现在有觉得很幸福 对不对 有啊 他一直不断地弄 他头会摆在我的腿上面 那种感觉很奇妙 是 好 欧巴 撒 欧巴 撒 欧巴 欧巴 刚刚尤其讲到 他的稳性特别高 我刚本来就想要请教小金 我刚看前面人在访问院长 跟前面人这些画面 有一个画面 他现在把下巴放你膝盖上 对啊 我跟你讲 你看 他就把下巴摆在我的膝盖这 然后用他的手会摸我的腿 那种感觉 对 Good boy 面对最爱的零食 只要没有指令 欧巴就算口水流成河 也绝对不会动口 No No 你看 你看 OK 可爱的欧巴不仅抚慰心灵 临床上更有许多数据证实 辅助治疗犬对于医疗 会有正面的影响效果 动物治疗的相关讯息 以及感人故事 也透过节目分享 让更多民众了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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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